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大法人虽然这个站在了买方 融资也开始增加 但是不管法人怎么买 融资怎么拱 融资增加超过一千多张 但是股价就是不涨 跌幅虽然不中 但是也有2%的跌幅 这个先问一下这个钟灵了 这个钟灵这个说有这个朋友在加联益嘛 这个软板厂商 相信硬板应该也差不了多少啦 这个软硬板应该景气都还算不错啊 怎么会说这个法人买上去啊 股价就是偏偏涨不上去 其实我个人看法是 股票涨涨跌跌 你要从这涨涨跌里面去找到操作方法跟进出的依据 如果说我们看一下新兴的这个线型的话 请问他有没有破线 他没有破线的 他就是一个高档很蛮做真理啊 守在记线上面 对 那这个法人买 其实法人 法人又不是今天才买 法人已经买一段时间了 那买一段时间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法人 如果说股票你知道后面它可能会涨很多 你希望你在低档没有涨的时候多稀一点 多稀一点你不要拉就好了嘛 不要拉就是反正你只要丢出来我就买 丢出来我就买 所以呢所以很多股票都是这样子 就是在低档没有涨的时候 或者说低档刚刚上来 在涨一段横盘的时候 法人就拼买拼买拼拼卡位 卡位他也不拉 他就是拼买买就对了 你看这个部分 其实法人这部分他是有在买的 那有在买 其实这场股票我有在注意他 因为他也是iPhone的概念股 那我们之前在讲家人益的时候其实 因为家人益他还是iPhone6 其实新兴跟家人益有点像 因为他们过去都不是iPhone6的那个概念股 但是今年全部都是 那今年全部都是的话 其实今年我相信我们在之前节目上 有讲到那个换机潮对不对 PC换机潮 其实PC换机潮新兴这部分他有做载版 那做载版他今年他有接到Intel这个单 所以如果说以基本面来说的话 我认为下半点像Intel这个单都是下半点再出 然后iPhone6这部分也是下半点再出 也就是说什么 他股价爆发了这个时间点 基本上股价爆发时间点是还没有到 那还没有到的话 就是等到下半年的部分 那等到下半年 如果说我是法人或你是法人 他下半年有机会 甚至说营收要往上冲 那你说往上冲的话 请问你是要下半年开始买 还是这个地方 你就要慢慢做布局 我个人看法是慢慢做布局 因为他不是小股票 那现在不是小股票的话 其实如果说没有破线的话 我就我的看法是 这个形态是非常漂亮 甚至如果说你从低档这样来算的话 法人不是最近才买 不是今天才买 法人是买一段时间上来的 所以成本基本上都是在相对一个低档位置 那相对一个低档位置 像我们刚刚我们看 我们在那个荧幕上看到那个股价跌幅 是今天的跌幅 那今天跌幅可以代表说 他以后就是这样子吗 如果他明天涨回去怎么办 如果明天涨上去 他今天他那二十 之前那个不到三十块 这个二十九点多这个价位 其实离今天那个收盘价没有很远 他只有一根就都上去 那一根上去那怎么办 再来追吗 所以我的个人的看法是 像这种法人一直买的 然后呢 融资其实增加一千 而且法人买了两万一千多张 融资才增加一千多张而已 这个融资根本是小case 散户基本上不成比例的 也就是这个法人在买 如果说你在看那个大股东比率的话 比如说像我常常都跟大家讲 那个四百张以上的大股持股比率 他是一直有在往上升的 一直有往上升 基本上就股价什么时候涨而已 我的看法是什么时候涨而已 那也就是如果说遇到这种 抢好的股票 有提债股票 相关于有报告股票 短片上遇到这种鸟事情 就是大盘掉下来嘛 大盘掉下来他就跟着什么 就大盘掉下来他也跌倒了 跌倒了像我们刚刚讲的 是不是第二种 第二种就是你要留意的嘛 第一种最强的 就是不管大盘 去往前冲的那最强 如果说你敢就去追啦 第二种就是 大盘有掉下来 他也跟着掉下来 但是后面有机会涨的 我认为心里是属于这种第二种的 也就是说什么 像这种基本上反而在里面 那反而在里面 大股东也在里面 然后呢 然后股价目前还没有大涨的 下半年又有iPhone题材 又有Intel这个题材 我个人看法是 在最 如果说接下来投资朋友 你是要进场做布局的话 这种股票应该可以列为 你的自选参考股了 好所以这个新兴短线上 虽然是有些修正的 这个可能性 但是中场性还算是蛮看好的 然后这个业绩爆发期 有可能会落在了下半年 我还是要追问一下 钟明是在里面说 因为你是擅长去追踪筹码嘛 那如果是真的 这个主力落跑的话 会不会有一些这个特质 跟特征存在 基本上是这样 其实像我们刚刚讲 操作方法对不对 一般如果说有大户在里面的话 他月线不太容易破 所以月线是个关卡 对月线是个关卡 因为说实在的 月线破会怎么样 会引来市场上停损卖牙 所以一般来说 一档股票在涨的时候 月线他都会想办法 给他撑住或守住 也就是以目前来看 他是高档横盘 做整理军纠结 那其实高档横盘 做整理军纠结 其实我个人看法 是这个系统线就是 在等待东风而已 就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拉而已 那如果说我们再几个 打个比方好了 比如说像5272申科 这股票基本上做蓝牙 蓝牙晶片的 RFIC社名晶片的 但他今天跌破月线 对不对 题材非常棒 股价之前涨一大段 但是题材非常棒 我说实在的 在台股里面 做蓝牙晶片只有两次 一直叫创结叫申科 蓝牙那个创结 现在被人家买走了 所以如果说以法案 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如果要买的话 只能买他而已 但是他跌破月线 跌破月线的话 像我们刚刚跟大家讲 一档股票如果跌破 主力在做 有大户在做的话 一般来说月线不会跌破了 如果跌破的话 应该听不懂卖压 所以我的做法就是 只要跌破月线 就先出场 不要问为什么 你就先砍就对了 因为如果大户跟着落跑怎么办 你说题材好棒 蓝牙晶片我要爆爆 如果掉下来怎么办 也就是如果说这种 跌破月线的就先出 那什么时候可以接回来 等他哪天 他整理完 又站完月线了 你再把它买回来 如果说可以的话 再把这个土稍微缩小一点 比如说申科这部分 土稍微缩小一点 他之前我记得有一次 涨到九五几块 涨到九五几块 是不是打下来也跌破月线 他修正了好几个月呢 如果说你愿意等的话 他可能还有往上涨的机会 那如果不愿意呢 他如果跌破月线 他一样会慢慢跌 慢慢跌慢慢跌 你等他跌完 再重新再过月线再来嘛 所以呢我认为 在操作上就是进出的依据 就是你要为股票买个保险 月线跌破就是先砍掉 砍掉如果说他有办法 再占回月线的话 你再买回来就好了嘛 也就是可能损失一点点 但是呢可以换得 就是买个保险就是保险什么 保险他不是一路往下跌 好因此在这个主力的烙跑股 这个月线算是一个 这个来端看的门槛 反而不是季线 这个月线相对时间 比较短一些些了 除了这个包括了星星之外 我们来看到是在智慧手机的 就代表股了是在华冠了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说 在下半年将会是这个 全球的手机大战的一个年份 但是怎么会说这个华冠 他专门百分之九十五 都是在做智慧手机零组件 但是股价却大跌 在最近一个月的时间 大跌超过了百分之十二 明明这个法人 以及包括了融资 都是呈现了往上增加 加上说 说这个业绩有可能会在下半年 会有一些这个营收跟益助 第二季会开始转盈了 在各方面 其实对华冠来讲都是好的 但是股价却呈现了破底演出 良心化发展 那么基本上我们去看一下 五月份的华冠的营收是十九亿 可是跟上个月 跟去年同期比 衰退幅度都高达两成三成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我们都知道 刚刚韋婷有提到说 下半年是智慧型手机的大战 那问题是每一家智慧型手机 都拖引而出吗 就像我讲坦白的 宏达电至少十个里面 投资朋友里面 有一半的投资朋友 手中有宏达电 那我就请问大家 宏达电手机卖得动卖不动 卖得动啊 在台湾M8的部分 卖得非常非常非常好 世界LTE是在中国大陆 它的design816 短短十分钟 卖出将近十万台 可是问题 为什么股价不赏铁 重点就在于 它的一个获利的能力 那你仔细观察华冠的话 它的营业利率只有1.83 那为什么压这么低呢 我们知道华冠 它是最主要的代工伙伴 是来自于Sony Ericsson 那你也知道 Sony Ericsson 它现在推出所谓的Xperia 可是在Xperia推出来之后 真的有得到一个所谓热卖吗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好了 如果说你有看过去的 一个所谓历史经验 不管iPhone 4 iPhone 5 它只要一推出来情况之下 正常而言 你会看到Android的系统 Android的手机 它的一个所谓市占率 会出现明显的一个所谓流失 这是第一个原因 让我们知道苹果 要在7月或9月 推出所谓iPhone 6 那第二重点 你也知道最近韩国股市在跌什么 跌什么 跌三星 为什么跌三星 因为最主要原因 三星的S5 卖的并没有想象中 来得这么好 那么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 这一支它是华硕的手机 两万块的手机 不管包括宏达电的M8 S5 它们具备一千三百万画素 那我叫请问大家 一千三百万画素 跟我这八百万画素 有什么大别 我讲讲白了 如果有空的话 你们自己去OK 我跟你讲OK 为什么 现在我只要请问大家 你买手机 还有去手机专卖的地方 没有啊 你到7-11 可以买到鸿海的手机 鸿海手机要InFocus 买到鸿海的电视 你到OK 你可以买到华硕的手机 那多少钱 要两万吗 不用 要一万吗 不用 要五千不用 只要三千九百九十九 所以手机只要不到四千块 不到四千块 真的不到四千块 不是跟小米机差不多 对的 那所以说就一般人而言的话 我讲坦白 我又每天在玩神魔吗 魔兽吗 没有的啊 我只要上上Facebook 然后跟韦婷赖来赖去 打情骂俏而已 所以说3999 对我来说 已经叫非常高的一个 所谓性价比 所以为什么你现在看到 高阶的智慧性手机 卖不动 最主要的一个所谓原因 那如果说我们回过来 看一下技术现行的部分的话 刚刚钟宁有提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重点 大家要写起来 不然以后你做午要赔钱 不要找钟宁 我说过了 不是我说过 我借他的话来说 刚刚钟宁有说过了 真正主力 如果说有在维持的一个筹码的话 他不太可能让股价去跌破 所谓的月线 那如果回过来看一下 8101的华冠 他拜托 不只月线跌破 连半年线 季线全部跌破 那好不容易快跌到年线了 好 简单的结论 我妈妈常讲 也跟韦婷常讲 人多的地方千万不要去 刚刚韦婷有提到 一家公司融资增加6000多栈 为什么 因为现在闪过 他不肯去买宏 也不肯买大力 光不肯买卡巴加金 他只能买这十几块钱的股票 他想低接 对的 所以说筹码的一个混乱 就跟宏达店一模一样 很容易引爆一个多杀多 那所以说短线上 如果说有往上去反弹到季线 你也学过改币办法的 来到季线 你要站在卖方 因为季线现在往下走 可是如果老师 如果往下的部分 很抱歉 来到年线 你先不要急着去杀低 如果说年线再撑不住 我也有点丢脸 不可能 你年线 年线是过去两百四十天的 一个移动平均线 他的平均成本 我认为要跌破几率比较不大 所以这个时候 我是建议逢潭站在卖方 那你说老师 那个要年线 叫他买进 你等一下去厨房 刀子丢下来 你接接看 我是觉得先不要 做股票赔钱 代表 代表他的产业愿景 有一些所谓问题 所以说 所以说 我是认为说 风反弹出 好 所以华冠 这个中龄 不管从这个线线 包括从外面来看 都是比较偏空的 另外一党 是不是有些替代效应 我们来看到 是在骑美财了 骑美财 很多人就会把 这个明基财 也拿出来讲一下 双胞胎嘛 骑美财 在最近明基财很强 挟着这个所谓的 这个打住了 生计引线 这件题材 股价涨翻天了 很多人不敢追 于是呢 转而求其次 退而求其次 跑到骑美财这边了 让融资开始 大幅度增加 4380张 法人也站在了买方 这个买超幅度 超过了千张的水位 但是在骑美财 今天连季线都守不住 也是来到一个 平台的这个支撑区了 就要问一下建安了 怎么会这样 明基财跟这个骑美财 这个股价天壤之别 就是哦 我们算是做股票 很好玩的 就是这样 要买到人就要赶紧赚 对 明基财买不到 就是买那个便宜的 买那个便宜 最后没好回 要买就要买那个流行货 就买衣服本来就是这样 那其实这么说 从那一张表格的话 我们从那个电视墙 就可以看出端倪了 怎么说你知道吗 你看刚刚华冠 三大法人买超了九百三十一张 那融资是增加了六千一百多张 然后相对于新兴的话 它是三大法人增加两万六千多张 然后融资才增加一千多张 那骑美财是刚好 JUSTMAC中间一点点 三大法人增加一千 然后融资增加四千三百八十 所以它的线形是刚好在这两个技术线形的中间 所以其实说穿了 有没有 你在看技术线形的时候 其实跟筹码也是有关系的 那这么说好了 如果假设我们来讨论一下 其美财到底它OK还是不OK 我们就以技术线形来讲 它很明显它跌破跌破季线 那虽然跌破季线 因为它那就是怎么讲 它已经横盘整理很久 所以季线也不太有一个参考价值 那我会建议你把它画一个平台整理 怎么说 你就画一个平台的高点 跟平台的低点 那平台的低点不能再跌破 就从很简单的 从那个画面上来看的话 应该是三十三块 如果假设眼睛没有看错的话 那个就是平台的低点 不要去跌破它 我认为其美财 你还可以再遭回琢磨 但是如果连平台的低点都跌破的话 你就真的脸摸就不可以摸了 有什么我这么来看好了 去年一档股票 赚了四点九八块 一ps 算不错吧 结果今年配给你多少现金鼓励 零点五啦 我常讲的 这种公司真的有够当成的 小气鬼一个对不对 爱个人要有理由 做股票真的也要理由 我每一次都提醒大家 当你在看一档股票 在配现金鼓励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间公司 他的现金到底足或不足的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我当然不是说 他的现金不足 我只是说这个公司是 荡生的 你是小气的 不能错误解读 来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的话 他第一季已经赚了一点零八块 感觉还不错嘛 但是你知道吗 前五月的YOY的营收的YOY 是倒退路的 -17%多 所以他营收是没有增加上来 这是第二个 绝对不好了 那第三个公司说啦 第三季的营收 应该不会比第二季的营收 还要不好 他是这么说的 然后他只要 那个毛利率固定的话 他相信应该还是会赚一块 然后为了要扩充产 有没有真的去做扩充产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投产 2016年的Q1 那不是太久了 现在是2014年而已 2016年的Q1要投产 你觉得这个梦会不会画太圆了 所以其实很多数字 在看新闻的时候 你把它抖起来看 抖起来看之后 有时候你在沉淀一下心情 看一下奇美财 再看一下那个民基财 看看还是比较漂亮 比较好 像这种现行 你看民基财涨了一段 现在拉回来 强势股拉回不是找买点 不是也很好吗 那为什么要去买那个奇美财 结果搞不好 你真的两个都给他买下去 三个月也没有 奇美财搞不好都不动 那个民基财搞不好 又恢复他的动能 所以这样看一看 然后我认为 就从筹码来看的话 我认为奇美财的部分 还是等他突破平台 整理的上缘 要买再来买 目前的话 还是先安宾不动 会比较好一点 好 调这个股票 很多人想说 这个等到了股价拉回 再来找买点 但是运用这样的法则 也是分这个股票的好与不好 如果说这个股票的 本质是好的话 真的可以适用了 这个股价拉回找买点 不管是像刚刚提到 就滑惯了 刚刚我又提到说 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点 去接刀子 但是广告回来 我们就来看到 是有哪些本身 本质是好的 他今年还有继续成长空间的 好股票 现在已经开始 领先修正之后呢 可以来找买点的个股 有哪一些 我们稍微回来 小叮当即动冰雪节来咯 还有雷神战鼓秀 及同万水乐园咯 快来小叮当酷量一下吧 妈咯 妈咯 妈咯要出国咯 要乖乖听妈妈的话 那时到来的咯 小叮当那里烦市要小心哦 嗯 老公 我忘了告诉你 你的极胃服饰凝胶 我已经帮你放在包包里哦 爸爸 极胃服饰凝胶 记得吃哦 极胃服饰凝胶 迅速包覆您的胃 有效治疗溃疡 极胃服饰凝胶 为您保护 林志佳和游徐坤 谁让你比较有想象 林志佳一定会赢朱利润 请支持会赢的人 林志佳 谁能打败武 我就用高架买下他的武馆 我们武馆 平处打 西部武馆 起舞球心境 爸爸爸妈妈说别打了 买房子还是找内行的台庆吧 是的 针对您要的 特别为您整理出这张台庆麻吉报 内行找房 不用页页问 找房真功夫 台庆好内行 台庆不动产 空梁零 空梦来饮 背来尾 头梁来饮 最舒适 空梁零 这边 不用十嘶嘶 感冒头梁零 空梁零 空梁来饮 背来尾 头梁来饮 最舒适 真男人 真经典 经典台湾啤酒 无限造成的胯下痒 让我尴尬 抱歉 上个厕所 嗨 好痒 辽梅书凝胶 医疗级成分 七天疗程 彻底告别梅菌 辽梅书凝胶 专制骨梁 药效持久 Audi Q3 刷新里的动感体验 Q3 1.4 TFSI 全新上市 VF低头款 限量优惠 进化科技 定义未来 你的肌肤 经常出现 敏弱状况吗 我建议选择 不含防腐剂 酒精香料的 温和保养品 恢复稳定的肤矿 全新Dr. Wu 敏弱肌 舒缓系列 独特舒缓 防御配方 无添加防腐剂 镇静舒缓 有效减缓 敏弱不适 简单有效的 肌肤专家 Dr. Wu 欢庆品牌周 抗氏美去城市 Dr. Wu全系列 结账金额 在85折 台湾国际洗衣设备 纪原料展 6月25号到28号 在世贸艺馆展出 欢迎丽林参观 欢迎再度回到了 这个三类球材节 我们就来看到说 来挑一下 这个好的股票 刚刚上两半场 都算是比较偏向了 这个保守操作 但是呢 保守的局势之下 还是要有一些 这个突发性的 这个作为了 我们就来看呢 所有哪些的个股 已经是领先修正了 而且今年还有 继续成长的空间 不妨趁着这个时间点 真的能够拉回找买点了 我们就选出了 这六档的个股 一起来看一下 包括了F安瑞啦 F永冠 两档F的个股 还有是在这个 永德啦 光龙 亚太电信跟台新科 有不少呢 是比较冷门一点点的个股 但是冷门都会有个通信 就是不少的标股 都是落在了 比较冷门的股票身上 我们就是来问一下 这个宗林了 宗林选择两档 一个是落在了光龙嘛 这个真的是比较冷门一点点 宇荣成一的个股 比较偏向了传产的个股 另外一个是在亚太电信了 这个鸿海 这个总长买在了20块钱 但是20块好像变成了 短线的天花板呢 一直没有办法能够正式突破 我们先来看到亚太电了 毕竟还是这个 一般投资人非常关注的焦点了 加上说礼拜三 这个国董又召开了股东会 也许会有一些这个类多题材 但是今年的预估成长 下跌了这个10.8%的 这个衰退幅度 至少法人站在了买方 加上说亚太电信 有题材的加持 所以是不是的确可以拉回找买点 我认为可以找买点 而且可能不会拉回 可能就在17块这边而已 为什么 我们先讲4G这部分 之前是不是有新闻告诉你说 4G好像电信三雄 那个因为现在申请人数太少 对不对 好像什么下半年 什么堪忧什么的 我记得之前有个新闻 不过如果出去看这新闻的话 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在过去开放4G 就是在一开始说4G的时候 它是开放什么 就是你一定要申请新的门号 才可以拿4G 也就是你人卖就是钱卖 如果说你的手机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手机 叫我换个号码 然后才有4G 你要不要 基本上不太不太远 因为你要换太多的 换号码就太麻烦了 对太麻烦了 所以呢一开始是先说 先说你一定要换号 就是你要申请新的号码 才有4G 然后后来这个部分改了 那改了之后 就是原来你有拿3G的 现在已经可以 就是申请成4G了 后来还改 所以人数稍微有变多一点点 那第二个部分呢 第二个部分是 目前你的手机像这个文恩这一支 我不知道它有没有支援4G 如果没有4G的话 这支拍摄你也不能用 所以现在很多手机 基本上它都还没有支援4G 那支援4G 比如说像iPhone6 或是下半年要出了一些新的手机 可能会支援4G 所以呢 因为iPhone6这个部分 它题材太大了 题材太大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在等说 不然我就单 年代就年代 就iPhone6出来之后 我买一支新的手机 然后呢 看好不好用 然后我再把我的3G换成4G 所以我认为4G这个部分 它的那个爆发草 应该是在下半年这部分 那下半年这部分的话 如果说我们回到电信山这部分 我认为电信山熊 其实他们的那个古径比 都已经偏格 都是两倍以上 两倍以上 那我们来看那个亚太电 亚太电现在已经基本上算是 郭董的嘛 然后呢 郭董 然后也是进入4G这个部分的门槛 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 如果说下半年4G这个部分 有办法爆发的话 那亚太电它有没有办法收回 不要忘了 郭董有关公在加持 如果说你不相信郭董的话 你要相信一下关公好不好 我就不相信 他这个部分 他没有去问过关公 那他现在17块对不对 他买20块 11到20块 拜托才3块钱而已 3块而已 3块我认为 因为像如果说你入股的话 基本上你是不是要 比如说赔钱的话 你要那个在 那个报表上认列那个 投资损失嘛 对 如果是你郭董 你愿不愿意去认列 这个投资损失 我相信可能不太愿意嘛 既然不太愿意的话 17块到20块 3块而已 3块 贾太电的古径比 那个净值 基本上它10.7 也就是它回到跟中央电信 古径比两倍的这个部分 我认为基本上很合理 所以如果说以这部分来看的话 我认为17块这部分 刚好是一个投资价值 以郭董这部分 我们不要想什么关公 以这个人的经济角度来看 那么多公司都被他弄起来了 像什么借工厂 什么都被他弄起来了 17块到20块 就没赚钱他不会投资 对没赚钱不会投资 所以我说这部分 基本上你可以 你可以多留意 就17块这部分 但是当然你可能要稍微摆久一点 可能要摆到年底 应该还有半年输货时间 半年然后17到20 看你 如果有计划看你要不要 如果不要的话 你可以再选 这可能不适合你的投资方 你可以选比较标的 那我们再讲那个光荣的部分 光荣座羽龙成衣的 第一季赔了0.21 你可不可以觉得 赔钱的公司 股价这么高 这么奇怪 如果说你看一下 他去年财报 他去年赚了4.03 然后现金 股东会也开完了 要配现金 配现金3块钱 他去年第一季 赔0.47 去年第一季赔0.47 今年第一季赔0.21 他今年第一季的状况 还比他去年第一季好 那去年第一季赔0.47 为什么去年还可以赚4.03 因为他的第一季就是淡季 他旺季是第二季第三季 第四季又是掉下来 所以他说靠第二季跟第三季 在那边蹭营收的 那蹭营收的话 今年光日本跟韩国这部分 基本上那个订单 是比去年来说是成长10%左右 那成长10% 如果说成长10%的话 那股价是不是有机会 跟去年来比是OK的 甚至他有自由的 那个情绪品牌 BBL这部分 所以如果说以这部分 我认为他基本面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问题 如果说去年是可以赚4块的话 那营收成长10% 那获利有没有办法成长10% 我认为是可以期待的 那再加上最近反而有没有买 最近基本上反而是有买的 有投信这部分 投信这部分是有在买的 所以如果说以一个进可供 退哥手的角度来看 这张股票它不是电子股 电子股就是大起大落嘛 有进到单挖到大闸 没进到单就比较低 这种股票基本上就是 11柱形概念股 11柱形概念股就是话 大家可以想想看冬天 现在是夏天很热对不对 那夏天很热基本上 你要为冬天备货 所以像这种公司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如果说以这种部分的话 就11柱形概念股 它股价基本上是比较稳定 那比较稳定的话 如果说今年有什么声音现象的话 可能夏天特别热 冬天特别冷的话 那冬天特别冷 如果说它的那个雨容易大卖的话 我认为像这部分 你可以留意一下这部分 因为投信 投信请那么多研究员 然后最近在买这张股票 它应该也不是百事才对 所以我认为这张股票 就是在整理的时候 你可以多留意 好 另外一段我们来看到说 这个请文恩稍微的简单看一下 是在F安瑞了 这个安瑞呢 其实在上礼拜 好不容易爬回了50块钱 但是碰到了高点之后呢 随即是迎来了一波的修正 最近打回到了这个季线 进行了季线的关卡保卫战 很多人看到这个现行不敢接 好的 那么基本上安瑞的话 来导播麻麻图缩小一下 它本来就有一些比较坏的毛病 前一阵子的话是从55.8跌到 跌在一个半月 从55.8跌到39块钱 那当时为什么叠这样子呢 因为很简单 它第一季是赔钱 大家本来预计它是赚钱的 结果一出现公布出来是赔钱 你也看到股价 已经得到它应有的一个报应 那基本上我是觉得 其实做股票 你还是要看一下 看一下它产业愿景 大家可能不知道安瑞做什么 它是做一个网路支通安全的 不管包括ADC PKI的卡 那这什么东西呢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都知道 未来第三方支付 或网路上消费 已经非常非常盛行 那我刚刚问大家一件事情 那当然如果说 你要买华硕的手机 你在便利商店就买到了 可是问题如果说 你像我是一个标准的宅男 我长相也很像宅男 我很喜欢从网路上购物 我只要请问大家 我会不会怕 我付了三千九百九十九块钱 结果等我收到账单 是三万九千九百九九 我还是会 对 没错会 可是我跟你说 你不用怕 你不用怕 为什么 Yahoo 起码 PC比你更害怕 因为这种事情 只要一发生 我告诉你 他们的信用 不会倒啦 他们的信用马上会破财 所以说那是谁在做 这种资讯和安全提防 骇客骇进去去做一些金额上面修改 就是安瑞在做的 这是为什么安瑞最近也接到 IBM的一个所谓云端伺服器的订单 那更重要的重点 如果说你看到五月份的营收 它跟华冠比较不一样 它五月份的营收 成长已经高达将近有四成 那么预估法人 这法人预估第二季正式由亏转赢 可以赚零点五八 那全年的话 大概可以赚将近有一点五 一点六的一个所谓的部分 所以说我认为 它的一个所谓的产品 具备它的一个所谓独特性 那么现在高股价也回质到 一个所谓季线 那只是说这个时候 要直接跳进去吗 我是觉得 我不妨要去观察 会不会出现一个亮说 因为这一两天 我们看到法人开始做 一个所谓停水的 一个所谓卖压了 那法人竟然开始停水的情况之下 我们要观察说 它有没有办法在季线做个止跌 如果季线做个止跌 然后收上今天黑客帮高点的话 那短线的话 我认为整理就已经结束了 好 这个最后三四秒时间 还是要请介绍 稍微重一点点了 简单讲 就是F用冠 给他按个赞一下 勇德呢 勇德也是应该按个赞 怎么说 其实我选的一个题材很简单 就是它是一个平台真理 然后基本面是可以 hold得住它的骨架 就是这个概念 那因为骨架领先修正嘛 大盘长得那么凶 然后骨架都没有太动的话 基本没有按得住 应该当然是要给他按个赞 所以其实真的可以看一下 勇冠跟勇德 对 好 提过大家来探訪了 我们再来